形象这么完好 这么精美 在全国都是非常罕见的 湖南长沙挖出中国第一不服女尸 女尸经历了2000年新鲜乳出 皮肤柔软四肢灵活 目中还出涂了一锅新鲜的莲藕汤 让专家直呼不可思议 而女尸不服的秘密 更是震惊了全球考古界 日本多次索要女尸的头发 多年之后真相曝光 还好当初一根都没给 保持你的好奇心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探索 马王堆汉木之谜 湖南长沙市东郊的一片田野上 坐落着两个树大的土丘 被当地人称为马王堆 相传这里埋葬着某位楚国王祖 1971年底 当地部队想要在两个土丘里面 建造一个地下医院 可施工过程怪事频发 刚挖好的坑洞 下一秒就莫名其妙坍塌了 工人使用洛阳铲钻了一个孔洞 里面冒出了一股强力气体 大胆的人用火柴点了一下 气体竟然燃起了蓝色的火焰 湖南省博物馆得知消息后 立刻意识到地下有一座古代木葬 等考古队赶到现场时 气体已经烧了三天三夜 专家围着两个土丘进行了勘查 发现这是一座规模庞大的古墓 1972年1月 考古队正式展开发掘工作 在推土机的帮助下 很快就打开了墓穴封口 就在人们晖汗如雨地 轮着锄头时 突然发现了一个硕大的稻洞 稻洞的出现 让考古专家提心吊胆 好在挖掘深度达到17米时 稻洞终于消失不见了 看来这会儿盗墓贼没有得逞 与此同时 考古队员挖到了白高泥层 里面竟然有一片翠绿的树叶 人们难以置信 以为这是从树上掉下来的叶子 可这片叶子在种木葵葵之下 迅速腐烂枯萎了 之后的发掘过程中 又出土了很多翠绿的树枝和竹篓 如此神奇的发现 让考古专家坚信 这座墓葵绝对不简单 白高泥下面是一层木炭 重量足足有5000公斤 清理完木炭之后 一张硕大的竹席呈现在众人眼前 这座古墓的深度达到了20米 底部摆放着一口硕大的棺果 光是其中的一块果板 就有一千多斤重 果实的整体重量更是难以想象 考古队员们只能当场进行拆解 随着最后一块果板被掀开 人们发出了一声惊呼 果实内部的保存情况非常好 一口精美的棺材躺在正中央 周围摆放着许多陪葬品 就算埋在地下2000年 依旧五光十色鲜艳如初 队员们迫不及待地趴在棺果上 小心翼翼地清理这些奇珍夜宝 其中有一件十分漂亮的漆木盒 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当专家打开盖子后 所有人都惊待了 这些来自2000年前的藕片 竟然保持着刚刚出锅的样子 可惜的是 当时的文物保护技术并不成熟 专家拍完照之后 这些藕片就迅速腐烂成了一锅吸汤 接下来的发掘行动 又将出头哪些不可思议的东西呢 湖南长沙挖出中国第一不服女尸 女尸经历2000年新鲜如初 不服的秘密更是震惊全球考古界 日本多次索要女尸的头发 多年之后真相曝光 还好当初一根都没给 考古队员怀着激动的心情 将这些精美绝伦的陪葬品逐一清理完毕之后 迫不及待地打开了这口 尘封2000年的棺果 可让专家意想不到的是 棺果竟然有四层 最里面的一层盖板上 有一幅长达两米的精美薄画 足以彰显牧主人尊贵无比的身份 众人合力打开最后一层内棺后 发现了一层厚厚的丝织品 牧主人就躺在丝织品下方 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些文物 队员们将棺果运回了博物馆 花了整整一个星期 才将丝织品完整地剥离了下来 牧主人一共穿了20层衣服 包含了春夏秋冬各个款式 每一件都十分精美 在剥离衣物的过程中 专家闻到了一股难闻的酸臭 那臭的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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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晨三点多 牧主人身上厚厚的衣服 终于被清理干净了 一具保存完好的女尸 呈现在众人眼前 女尸泡在黄褐色的官叶里 全身上下没有任何腐烂的迹象 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难以想象 这是来自2000年前的遗体 考古专家立刻给女尸进行了防腐处理 然后送到湖南省医学院 进行更加详细的医学研究 女尸整体呈现淡黄色 看起来非常新鲜 医学专家用手触摸之后 居然发现女尸的肌肉能够自动回弹 四肢关节非常灵活 就在专家对女尸进行研究时 马王堆古墓的发掘工作 已经进入了尾声 墓中出土了许多西式珍宝 其中的一枚印章上 撞刻着窃心锥三个字 由此可见 女尸的名字叫做心锥 在许多陪葬品上 还印着戴侯家成和戴侯家等字样 戴侯本名叫做利苍 曾担任长沙国的丞相 早期跟随汉高祖刘邦征讨天下 刘邦称帝后 利苍被封为戴侯 也就是说 墓主人心锥是利苍的夫人 那么马王堆二号墓里埋葬的 就是戴侯利苍了 为了解开心锥千年不佛的秘密 专家决定对他进行解剖 解剖结果显示 女尸的年龄在50岁左右 生前患有多种疾病 例如多发性胆疾时症 冠心病 日本血腥虫病 腰间盘突出 右臂还出现了骨折 在之后的解剖过程中 专家发现了更多匪夷所思的真相 形象这么完好 那么精美 在全国都是非常罕见的 湖南长沙挖出中国第一不服女尸 女尸经历2000年新鲜如初 不服的秘密更是震惊全球考古记 日本多次索要女尸的头发 多年之后真相曝光 还好当初一根都没给 专家对心锥夫人进行解剖后 在其脑内发现了微量的汞元素 在胃里找到了138粒甜瓜籽 足以证明 心锥死亡前一天还曾正常进食 而它真正的死因是冠心病发作 遗体之所以能够保存2000年不佛 和特殊的墓葬结构脱不了关系 心锥的棺果位于地下20米 这个深度可以让墓穴保持恒温环境 棺果四周填满了半米厚的木炭 木炭可以起到吸附潮湿的作用 而木炭外围的白糕泥 足足有一米厚 可以有效阻断水和空气的进入 如此一来 墓室就形成了一个真空环境 与外界大气完全隔绝 无论日月沧桑如何变化 棺果里的环境始终能够保持稳定 这些酸臭刺鼻的棺叶同样大有来头 通过化验后得知 棺叶里面的成分包含乙酸乙醇和水银 PH值为5.18 属于弱酸性液体 这种液体确实可以抑制细菌的繁殖 可当专家进行使用后 却发现棺叶没有任何防腐的效果 有人提出 用来做实验的棺叶没有保存好 已经失去了防腐作用 所以这个实验不能说明问题 而且棺果里有大量的丝织品 其中的丝绸属于蛋白质 本身就是不怕酸性液体的 但棺果里的丝绸却腐烂得非常严重 而麻布属于植物纤维 本身非常惧怕酸性液体 可棺果里的麻布却完好无损地保存了下来 抗拉强度甚至跟新的一样 这种违反常理的现象 让所有专家感到不可思议 由于棺果的密闭性极好 地下水渗入棺材里的可能性非常小 所以这些棺叶很有可能 是古人专门调配的防腐叶 综合以上种种原因 专家得出了结论 新椎夫人之所以能够千年不服 是因为密闭的墓室环境和特殊的官业 种种因素缺一不可 新椎墓中出土了许多珍贵文物 其中的丝织品足足有一百多件 不难看出 新椎夫人是一个喜欢穿着打扮的贵妇人 马王队也因此被称为地下丝绸宝库 这件只有48克重的宿杀产衣 折叠起来 甚至可以放进火柴盒里 古人用薄如禅意轻似浮云来形容上好的丝绸 如今看来一点都不夸张 1972年9月25日 日本首相田中角龙访华 中日双方一共六百多人共同参加欢迎宴会 可就在如此隆重的场合 田中角龙竟然提出 索要一缕心追夫人的头发 作为国礼赠送给日本政府 虽然不知道对方出于何种目的 但我国领导察觉到了异常 果断拒绝了这个请求 没想到日本方面不死心 接二连三的索要心追夫人的头发 结果无一例外遭到了拒绝 而日本政府之所以如此反常 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点是为了破解心追夫人千年不符的秘密 从而达到长生不老的目的 第二点就是用来研究中国古人的基因结构 与日本民族的DNA进行对比 搞清楚日本是否真的源自于秦朝 但是我国古人的DNA 如果落入他人手中 一旦研制出了基因武器 后果将是毁灭性的 好在我们当初没有答应日本的请求 那么大家对此有哪些看法呢 欢迎留言讨论